各位观众是不是已经非常期待 这个小鹏公达M03开起来怎么样了 今天就带大家来试一下 小鹏官方人说这辆车是给年轻人打的 讲究一个好看好用好开 那我们先从好开说起 确实好开是好开的 我上手头20分钟 甚至觉得小鹏是不是 把这个底盘工程师的人又换了一遍 对吧 回来想想可能换人的概率不大 但是一眼收的领导可能换了一个新的 整体的感觉是真的让人非常有信心 尤其是在这个价位当中 会给人一种 这车确实很灵活很易于操作的感觉 然后我们一个个来讲 先说这个动力部分 首先它在运动模式以及节能模式之下 其实都能给到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跟脚比较线性的这么一个踏板反馈 尽管它的绝对动力没有那么大 160千瓦跟250牛米 但其实你配上它整个重量 小鹏这辆车的重量控制是非常到位的 顶配版本的话是1730公斤 其实相比于同级别那些都要1.8吨 甚至在往上的车径呢 其实还是有点优势的嘛对吧 那这种车除了跟脚之外呢 电机其实在初段的那一下 非常灵灵的响应 其实在这辆车上也是不用多说的啊 开起来是很易于掌控 比较让我快乐的一点是什么呢 这辆车其实它在运动模式之下 它的转向手力还是比较饱满的 尤其是当车辆处在一个相对大角度的状态之下 它在稳态转向的过程当中 它对于手力的回馈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手力轻重 其实也并不影响它在静态使用 或者低速使用当中 这个大角度的车辆的角度变化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喜欢运动驾驶的一种 你上市之后就可以把整个转向调到运动模式 因为如果是标准模式的话 其实它转向会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 其实轻无所谓 主要就是它在大角度的转向 以及激烈驾驶的时候 手力没有那么的饱满 相对来说的话 其实性情不是那么足的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般平常开一开的话 舒适模式或轻松模式 其实都是能够足够应付的 还有一点就是 这辆车的底盘滤震也是比较好评 你不要觉得后轮是一个 拖叶臂的一个悬架 觉得半独立也没有那么高 其实调的好的话 确实会比那些什么三连感四连感 会要再好一些的硬件 只是一个方面嘛对吧 法国人之前也在这方面 也算是比较有见分 这车其实你在处理一些 比较细小的震动的时候 其实减震器 还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 滤震的作用的 当然也是符合这辆车 所处价位的一个应该有的表现 比较惊喜的是 当你把这辆车开快了之后 你再过一些桥面的一个工况 就是类似抛跳 你车要先上再平 然后再下 你发现上那一下跟下坡的那一下 其实后轴能够明显的被拖住 而且整个姿态的控制是比较得体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动态设定 也是比较符合这辆车 偏向于年轻人的这么一个调教 这方面我觉得通过调教 也是能自圆其说的 没有问题 这辆车除了转向 底盘会让人感觉灵活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转弯半径真的是非常的小 你看我这边完成了一个吊头 对吧 它只是一个双车道道路 加一个边上额外的停车位 所以这么窄的路 其实一把就能吊头过来的话 易用性还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在拥挤的城市当中 你要是做一个小范围的吊头 很快速的不想挡的路什么的 这个一把就能过来 还是比较秀的 这个车数据就是转弯半径5.3米 对吧 以相较于这辆车将近4.8米的尺寸来讲 其实这还是比较优秀 当然了 我觉得这辆车 如果能再做的窄一些 那它在一个窄路攻防汇合 什么的 会更加的具有优势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没有给大家试到 这辆车众所周知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 包括LCC智能波车什么的 其实都没有试到 不过我觉得这种方面 你放在小鹏上面 其实不用担心 就把人家XNGP做这么好 对吧 你在这个VONNA上面 其实一个纯事学的方案 其实也可以拿G6的这些 纯事学的车型 来做一个相对来讲的参考 对吧 不过在试驾的时候 只提供了一个功能相对基础 而没有准备好满血版车型的行为来说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直强调 自己在试驾上有优势的品牌 多少有点遗憾 而且带城市NGP的车型 要在明年才能正式上市 那MONNA03上面用的这套车机系统 其实跟之前的小鹏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现在看它是一个底置地图 正在处于导航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车辆的操控界面给弹出来的时候 那也只会出现一个比较面积小的一个部分 公里去操控它整体的字号 包括控制区域其实也已经各种 然后不影响你看导航 这个也是十分方便的 因为有时候你确实是要在开车的时候 想到调整一些什么参数 有些系统就是点开来之后 整个地图都没有了 你就会比较慌张 尤其当这辆车还是没有一个HUD的情况下来 它做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心 其实这辆车的油门踏板标定也是比较好的 除了刚刚说的 你在加速过程当中是比较细腻线性 能执行你的加速行动之外 其实你来使用一个单踏板 就是说把这辆车的动能会说调到一个最高 然后停止模式调到渐渐停止的话 就玩这个车的单踏板模式 你发现整个的比例感 其实都是根据你想要这辆车想要的减速度 它去进行操作的 其实上手是没有什么难度 而且坐在车里面的人 不会有太过于明显的前往后后的感觉 当然前提是你不是空净角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车的刹车踏板 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onebox的结构 它还可以把动能回收跟整个刹车结合在一起 你初段踩下刹车之后 一开始是用动能回收给你进行减速之后 这如果有更大力的制动力的话 更深的踏板形成其实是再去激活它刹车性能 然后去给整个活塞设加一个力去爆出刹车板 其实这样的标定 我觉得在这辆车上面也是很线性很易于掌控 因为你在一些稍微急促一点的刹车功况当中 都可以感受到刹车是比较听话的 而且它的制动力是很线性给下去的 你的刹车踏板踩的越多它的制动力就越大 而且这辆车还有一个舒适刹停的功能 如果它在激活状态下来的话 确实如果你一个很猛的来一脚刹车 确实它的整个车头都不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点头现象 其实这是对于舒适性有很大帮助的 尤其是当你在一上手这辆车的时候 你就马上能感受到这个功能在起作用 哦对了因为今天是在拍摄嘛 之前我就对这辆车下了一个预判 就是说这辆车小鹏的一个陶子重生的一个扁银电机 加上历来比较高效的电控 加上这辆车非常好的这个轻量化控制 我觉得这辆车能化会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然后今天大概看了一下中间的话 从山路下来到拍摄点它的平均电耗是在9.6 这还是比较夸张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因为你把电机效率控制提升上去之后 其实你就不需要大电池了 没有大电池车身重量就低 车身重量低了之后你能耗就越低 其实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后面有机会的话 我想借一辆试驾车给大家详细测一下 它的能耗究竟有多好 其实很多人说50多点60多点不够用 其实我觉得对于能耗不好的车来说 才需要大油箱是不是 那动态说完了 从静态给大家回顾一下这辆Mona03 首先它的三维尺寸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表现 放在中级车里面属于偏小内耗 但跟景色设计相比又比较大一点 尤其是它的宽度1896的宽度 放在这个级别当中 我觉得是稍稍有些宽的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是谁 那是Model 3 它的车身宽度是在1米85以内 其实不要小看将近5公分的距离 其实你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车位 老小区拥挤的城市里面 你闪转腾挪 然后过一些窄巷子 处理一些比较极限的情况的话 还是窄一点会好一点 那高度1445毫米 确实能在让了一些车身高度的情况下 让这辆车侧面来讲 感觉没有那么厚 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弊端的一会儿再讲 我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这辆车的车头部分是比较尖的 然后你在下面看到有一个动态的进气格杂 这个东西可以在你开快了之后 进行一个主动开闭的调节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OK它这个会为你的续航带来一些比较好的作用 那还有一点就是整个车的车头是比较尖的 再加上车上整体的一些小林小岁设计上 这辆车在160公里之下的一个风阻来到了0.194 其实还是比较可观 这一点的话在长途上面是比较好用的 那我们今天开的这个试驾车 其实是160千瓦的版本 也是初期上市的时候的一个高配的版本 它用的就是一个235宽度19英寸的轮圈 低配是215宽度18英寸的一个轮圈 然后顶背车型用的米其林e Primacy 其实也是一个针对电动车 专门开发的一个经营数字轮 要说的是充电 它整个高配车型用的是一个60多度的一个电池 它能提供620公里的续航 最大的充电功率可以来到90多千瓦 就相当于它的充电倍率是一个 大概在1.5C左右的一个水平 其实也是比较保守 这样的话也是能够让电池的整个寿命 能够有一个延长 如果你要真要开这车开10年的话 可能它在第10年的时候 它电池可能还剩下80多90的一个健康寿命 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好的长期主义 就车尾部分其实比较好 它用了一个溜背设计 然后是一个仙背的尾门 这样子打开来看的话 整个开口非常大的 而且比较好用 并且它整个容积是达到了621升 不过有一点 就我之前在展示里面看展车 包括这辆市售车辆的话 我在这边看到了导轨 但是没有见到遮物联 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不是后期会以官方的一个配件形式 出现在这辆车上 不过我觉得如果原厂提供的话 就更好了 后面上如你们所见 空间OK 但是扩展的功能的话 其实稍微有点少了 包括灯12伏的电 四个锚点都是比较欠缺的 不过有一个好 就是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储物格 能放很多东西 我觉得后期应该会出一些分隔的套件 让下方的利用力会更好一些 想做一个小小的吐槽 因为整个它的尾门 其实是非常光滑的 这个东西是有利于空气的动力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你看它的尾门跟保险杠之间 其实差的不是特别的多 这个就容易造成什么问题 就是你会看见 很多P7的尾门盖 都会被撞的凹进去一块 就是因为你在向后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保险杠并不能起到保险的作用 它的缓冲距离不太够 如果稍微速度快一点点的话 就会挤压 然后直接碰到这个后备箱盖 说句话 我觉得这车低速碰上的维修经济性 我觉得保险杠如果再能往外出一点 会好一些 整个梦当03的车内 还是能给人一种比较简洁明快的感觉 哪怕是它用上了一个较有深的灰色 作为整个内饰的下半部分 然后上面是一个浅灰色 你也发现其实线条 包括细节的控制 都是比较得体的 比较讲究的 它没有说堆砌一些奢华元素 就是一个很克制的一个装饰条 然后块面之间的关系 搅带的比较清楚 传统的仪表给舍弃了 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在了中间的屏幕里面 对于这个做法 我只保留一点 我还是觉得如果能给上一个 像理想那种小的仪表屏 或者说给个HUD 把一些关键信息投到正前方的话 不用用余光或者说头侧一点去看 我觉得会好一点 Anyway 就是整个座舱来讲的话 它整个的视觉重心 包括使用的操作重点 就是中间这一块 是在刘英顿的屏幕 然后如你们所见 其实整个操作真的就是非常流畅 这也就是小鹏他们家车 一直以来比较擅长的一个地方 就是操作逻辑上面来讲 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而且你想要哪些功能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很方便的找到的 它的之间的排布逻辑 以及这个优先级 都是经过了思考的 然后这个座舱用的是8155P的芯片 所以你在界面跟界面之间切换 不会觉得非常卡对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模型 是吧 动起来的时候非常丝滑 而且你像底部倒个栏 反而有些常用的功能 你都可以支持一键的定制 比如说你不想要宠物模式 你就可以把座椅通风 可以放在这边来 就比较方便 然后这个车是为年轻人打造 所以它会在一些UI界面 一些功能力上面 更倾向于年轻人一点 然后会多整一些花活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地图上面 它有一个3D渲染的模式 然后它会在你启动导航的时候 会把这个SR的整个界面 跟地图界面结合的比较好 然后你就看它整个地图的界面 包括树的形状 这种多边形的形状 是有点卡通在里面 而且你如果放音乐的话 下面会有那个像音浪一样的东西 这个3D渲染地图是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有一个小组件 它有一些赛博的牧鱼 还有佛珠 没有什么用 但是你就会觉得很好玩 你在开车堵车的时候 或者说很烦恼的时候 你就敲一下 Like this 然后你启动之后 实际上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向盘 右侧这个按键 你也去敲它 对吧 你都不用去看它 不用手就碰它 没有用 但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确实没有人想过 就是一个Y9的功能 这个车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这个车型有18个扬声器的 7.1.4声道的音响 主要是什么呢 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 其实不太会有车型 去过分强调自己的音响有多好 可能就是小鹏 对于年轻人当下用车需求的一个理解吧 那这车还有几个比较在意的基本功能 第一个就是空调 那今天宁波气温32度 其实太阳晒下来的话 还是比较炎热的 刚刚我一上车的时候 这个玻璃上面的顶 其实还是比较烫的 但是开空调吹了一会之后 你会发现冲口上方已经有些水 说明这空调效果真的是不错的 冲口温度能达的比较低 而且能快速的让这辆车冷却下来 除了空调之后是空间吗 我觉得这个车空间 对于身材标准的人来说 其实不成问题 但是对于高个子人的兼容来说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好 你看我身高190公分 坐在前面调整好座椅的高度的话 其实头枕跟座椅 对我的兼容还是OK的 只不过车顶的边梁 其实离我的头还是比较近的 而且我平视视野的话 其实是会受到后视镜的一些遮挡 然后下视野的话 其实也就是仪表台到后视镜下方 也就大概这么多距离 其实跟这个极边梁做的好的对手来说 确实是有点差距的 因为1445毫米的高度 确实也限制了 它车内垂降空间的发挥 但是我185公分的摄影师 坐在前面就没有太多的问题 也算还行吧 车子一圈试下来 我发现Mona M03在驾驶 车机和行李空间上 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基于它目前公布的 13.59万元的起售价 我觉得这些优点 可能不太会是 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所关注的 相反 在消费者比较关注的 例如空间层面 它的表现其实并不优秀 而且相比于同价位来说 做的比较好的 NS和荣威D7 明显是处于下风的 可不可以说 小鹏在这辆车的路线上面 走的稍微有点偏了 可能对于12-13万的消费者来说 这辆车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能耗低了吧 好吧 各位同不同意我的说法呢 欢迎评论区下方交流一宝 我们下辆车见